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 我有个问题 请问您天堂有高尔夫球场吗 他非常喜欢打高尔夫球 率明先生就说 我有一个好消息 有一个坏消息告诉你 高尔夫球先生就说 好吧 那你先告诉我好消息是什么 率明师就说 在天堂有个非常大非常漂亮的高尔夫球场 是地上人很难想象的 这个爱好高尔夫球的先生说 那太好了 这么好消息 怎么会有坏消息呢 那你请你告诉我坏消息吧 这个率明先生就说 坏消息就是 明天在天堂八点半 早上八点半有一场锦标赛 你已经报名参加了 好 应该是个笑话吧 可是你知道 可能自有人类历史以来 第一种以为 就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推测 预测未来的方式 还有活动 对不对 比方我们东方人 华人就要首相 面相 易经 深层八字 普挂 摸骨 紫威斗树 性命学 测制 还很多 就想要知道未来怎么样 那西方当然也有不同的算命的方法 预测未来的方法 占星树 星座 通灵树 国牌等等 为什么这些行业非常非常盛行 非常流行 因为人都非常渴望知道未来是怎么样 我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你知道事实上 这些说法在生意上都是被禁止的 神不喜欢我们去接触这些东西 为什么呢 你看 生命纪十八章十第十节说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 也不可有扑挂的 观照的 用法术的 行邪术的 主 生命上把这些占谱 扑瓜 算命 跟用法术 行邪术连在一起 事实上也是 当然有些是假的 可是你知道 很多算命他们是真的 而他们那个消息的来源是什么 就是从鬼魔来的 所以主不喜欢我们跟鬼魔连结 对不对 事实上我们需要知道 你是属主的 你不需要去问这一些 弟兄姐妹 因为你我一生的事都在神手中 神为你已经有一个最美好的安排 你要相信 好不好 你知道我的岳父就是师母的父亲 他基本上跟这些东西有点接触 我想你知道他的背景吗 但是每一年 他都会把我的岳母 孩子的生成八字 去交给那个庙里面 那个更高级的师父 看一看 今年流年如何 师母在小学就信主 大概五年级吧 五年信耶稣以后 那他不敢告诉任何人 因为那地步很大 不敢告诉爸爸妈妈 不敢告诉兄弟姐妹 没有人知道他信耶稣了 好 那一年同样 岳父就把所有的生成八字 带去给庙里面 看到师母的时候 那个人就看了他生成八字以后 就说 你这个女儿的命我看不清楚 因为她已经跟耶稣去了 这个人是真的 还蛮厉害的 重点是什么 弟兄姐妹 你一生的事都在神手中 我有神知道你的一切 我有神知道你的未来 但今天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你知道你也可以预测你的未来 你也可以预测你的未来 说真的吗 牧师真的吗 我讲清楚一点 是啊 你是不可能预测 你未来会遇见的环境 各式各样的环境 你是不可能预测到 可是你可以预测 你面对各样环境时候的反应 你可以预测到 你现在预先知道 你面对各样环境时候 那个反应是什么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我要从保罗的例子 来跟各位分享 好不好 菲律比书的第一章 18到21节 那菲律比书 我好几次跟各位分享 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 保罗因为福音的缘故 他受了各样的逼迫 那今天他在监牢里面 没有一个人在监牢里面 会觉得快乐 可是保罗却写了菲律比书 菲律比书里面充满了喜乐 事实上喜乐是 菲律比书里面的主题 所以第一名你知道 同样你从保罗身上也可以学习 如果你今天也正在一个困扰当中 正在苦难当中 正被一些东西困住了 你可以从保罗学习 你看这个保罗 这位神的仆人怎么样 你也可以怎么样 好 我们来看 菲律比书一章18节到21节 我读给各位听 待会儿我会用一章一章 一节就跟各位分享 保罗说什么呢 这有何妨呢 就是假意 或者真心 就是传福音 无论怎么样 基督终究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欢喜 换句喜乐的意思 并且还要欢喜 因为我知道 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 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 终必叫我得救 照着我所切勿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益处就是利益 都有好 我就有收获 我就有获益 事实上我们仔细看这18节 你有没有留意到 到18节为止 保罗在这封信上 写给菲律比书教会弟兄姐妹 他一直在讲过去的事情 前面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再读 可是我读几节给各位听 一章三节 菲律比书一章三节 保罗说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想念当时想念过去的事 菲律比书教会对他有什么恩典 他就感谢神 第一章四到五节 保罗说 每逢为你们祈求的时候 总是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 就是很喜乐的祈求 因为从一天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 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 一直到今天 他们都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 说保罗说 我就很喜乐 为你们喜乐的祈求神 菲律比书一章十二节 保罗说 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 更是叫福音兴旺 保罗在提到 过去他所遭遇的事情 他所遭遇的逼迫 各样的患难 今天他在监狱里面 保罗在讲述过去 所发生在他生命里面的事情 而今天保罗在监狱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 他现在在监狱当中 他要开始 开始展望未来 过去的 到今天为止 我开始展望未来 为什么要这么说 你看菲律比书一章十八节 这有何妨呢 或是假意 或是真心 无论怎样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为这个我就欢喜 我很喜乐 并且还要欢喜 如果你看 你注意看 那个话的意思 就是并且还要欢喜 就是我会 我会欢喜 我将要欢喜 这是个未来事 李同姐妹 然后一章十九节 因为我知道 这是会 借着你们的祈祷 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 我忠必叫我 我会得着拯救 得救 就是保罗在面向未来 我知道这是会 借着你们的祷告 和圣灵的帮助 我可以得到拯救 我一定会 得到拯救 一章二十节 所以保罗说 照着我所切勿 所盼望的 没有一件事情 会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保罗所说的 没有一件事情 会叫我羞愧 耶稣会在我身上 被显为大 被尊为大 这是保罗所说的 第二个 但是你知道 保罗他现在在预测未来 对不对 我会 我将会 我会 可是我们知道 未来其实对保罗来说 也是不确定的 他知道 因为他不知道 保罗在监牢里面 对不对 他知道有一天 他会面对皇帝 罗马皇帝 皇帝会释放他呢 或者会杀他 砍他的头呢 保罗不知道啊 保罗不能预测 他将来会面对的环境 可是第一个 你知道保罗在那边 做一件事情 保罗在预测了 他预见这些环境之后 他的反应 他预测了 他的反应是什么 下面我跟各位分享 保罗在那边 至少做了四个反应 第一个就是喜乐 第二个就是信心 第三个就是盼望 第四个就是生命 他预测他的未来 我面临环境的时候 我会这样做 因为我们这是个 还不错的未来 对不对 这是还不错 未来的方向嘛 如果你是耶稣基督 跟随者 你同样可以这样子预测 预测你的未来 保罗是如何做到的 你要知道 保罗现在关在监牢里面 他不知道他的生命 性命是怎样 可是他却做了 这样子的预测 你知道有位先生 叫做戴尔卡内基 他蛮有名的 因为他最主要是 他是一个美国的作家 一个演讲者 因为他创立了卡内基训练 他说过一个比喻 我觉得蛮好的 他说有两个人 两个囚犯 他们被关到 同一个监牢里面 在监牢里面的铁窗 有一个囚犯 就常常往外看 他总是看到 地上的烂泥巴 所以没有盼望 可是另外一个囚犯 他总是往上看 从窗户往上看 他总是看到 天上的行星 因为神的夫人 保罗也是一样 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 他向上看 他不看地上的烂泥巴 他看天上的 无数的行星 今天我跟各位分享 他至少看了四颗行星 第一个行星 就是喜乐的行星 第二个是信心的行星 第三个是盼望的行星 第四个是生命的行星 我跟各位分享 好不好 你知道美国的总统 前总统 亚伯拉罕林肯 他曾经说过 他说 关于未来 最好的事就是 一天只来一次 但是他总会来 你的未来也会来 你的明天一定会来 可是你的明天 是什么情况 你有很担心你的未来吗 有位书写这个 密室的作者 叫彭克利 我想各位知道 他的故事 彭克利他是 他是荷兰人 二次大战的时候 荷兰也沦陷了 但是彭克利 他们全家就很聪明 他们家里有个秘密的房间 就收藏了许多犹太人 因为那时候杀很多犹太人 就保留他们的姓名 但是因此 他们就被纳粹 就下到集中印里面 非常辛苦 关了很多年 后来他当得释放 他是爱族的姐妹 他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 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 我们也不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 谁掌管明天 听你说 你不要为未来担心 因为你知道 谁掌管明天 对不对 不管你今天被什么事情困住 什么麻烦 什么伤心的事 什么苦难 同样你可以像保罗一样 望上看 看到这四个星星 我们一起来分享 这四个星星 第一个星星 就是喜乐的星星 你看保罗看见什么 再来看十八节 保罗说这个何妨呢 不管是真的假的 福音都传开了 基督都被你传开了 所以我就很喜乐 我就欢喜 并且还要欢喜 就是我很喜乐 而且我还要继续不断地喜乐 好 那我先跳开 我先分享一些 关于圣经经文的资讯 各位你知道 菲利比书其实就是一本家书 家书它不会什么分 一点 两点 三点的 事实上你知道 整本圣经 各位原来都没有分章节段落的 今天你手中的圣经 是分过章节段落 对不对 第几章 第一节 可是起初的圣经是没有这样分的 就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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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主后一二二七年 整本圣经都没有分章节 好 英国有一位大主教 斯蒂芬·兰敦 他就决定说 如果圣经分章节的话 那比较好读嘛 不然一大串 很难很难 所以他就开始 有人开始做这样的工作 1382年 第一本有章节分章节的圣经就出现了 这英文版的圣经 所以对基督徒看起来就很有帮助 是不是 但是你知道 有一些学者 他们对那些分段落 他们 有些地方他们不同意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关于菲利比书第一章18节 在扩充版的英文圣经里面 它的段落是这样分的 跟我们今天看的圣经 有点不太一样 你再来看 18节 中文圣经也是这样子 说 最有何妨呢 或是假意或是真心 无论怎样 基督终究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欢喜 后面是什么 一个斗点 斗点完以后 并且还要欢喜这个分号 扩充版的圣经是这样分的 他说 为此我就欢喜 我就非常非常喜乐 因为福音被传开 然后据点 他把斗点改成据点 然后开始 据点表示什么 我讲完了 下面一个新的开始 对不对 所以我就欢喜 据点 并且我还要欢喜 保律在说什么 保律在说 我开始面向未来 过去 我为福音 受很多的苦 不管怎么样 我还温喜乐 好 可是现在开始 我要继续往前 虽然我为福音 受了许多的苦 可是我知道 那苦是叫福音兴旺嘛 可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保律说 那我现在重新开始 要面对我的未来 保律知道 过去他为福音 所受的所有的苦难 都不能夺取他的喜乐 我上次跟各位分享说 还有一些人 就是自以于是基督徒 可是却是律法主义者 他们也逼迫保律 保律说 那些不重要 我不受他们的影响 我仍然充满了喜乐 可是现在开始 我要转向未来 保律说 是的 面对未来 我将会继续的喜乐 并且还要欢喜 我要继续喜乐 第二个 其实你知道 你要知道保罗当时的情况 保罗其实并不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 他知道 他有一定会站在 罗马皇帝的面前 当时的皇帝是尼洛皇帝 尼洛皇帝是一个 非常非常坏的一个皇帝 他非常会逼迫基督徒 所以保罗不知道 他在尼洛手中 是生是死 皇帝会释放我吗 或者他会砍我的头 他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所以在一章二十节 那边不是说保罗说吗 或是死 或是生 保罗虽然不知道 他将来所面临的环境是什么 是生是死 可是保罗却做出了 对这些环境的反应 就是既是那样 我会继续的喜乐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怀疑是什么 我都会继续的喜乐 我对未来充满了喜乐 有人会说 保罗啊 你是讲大话 对不对 有一天皇帝真的要看你的头 看你就喜乐不起来 那不是保罗 保罗说什么 我仍然会喜乐 无论是生是死 我会继续的欢喜 我会继续的喜乐 听众议员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 就是我告诉各位 其实喜乐是一个选择 你可以决定的 喜乐基本上是一个意志的行为 我记得我提过 喜乐跟快乐不一样 喜乐快乐不一样 快乐是暂时的喜悦的感觉 会随着情况环境改变而改变 而喜乐是固定的 喜乐是不受环境的影响而改变的 喜乐会受外界的影响 比如说你加薪了 今天你的老板赏赐你两句 今天你获得你所心仪的女孩子的青睐 你买了新房子 你买了新车 你都很喜乐 你都很快乐 但是喜乐不一样 喜乐是受内心的影响 真正的喜乐是什么 是基于跟神的关系 比如说你知道你因信称义 因着相信被称为义 你心中那个喜乐是真实的 你知道你的罪真的被耶稣基督保血洁净 那你心里喜乐是真实的 不能改变 不能移动的 你知道你的名字 应该相信耶稣被写在生命册上 那是一个真实的喜乐在你里面 第一个名 你每天读经 祷告 亲近神 被圣灵充满 你就会得到真实的喜乐 快乐是源自于人 事物 而喜乐是源自于神 保罗知道这个秘诀 所以你知道保罗会不会有不快乐 会啊 对 保罗被误会 保罗被鞭打 保罗被苦待 保罗被下到剑脑里面 你说这种他还很快乐 那不是很奇怪吗 保罗会有不快乐的感觉 可是保罗说 这些没有办法夺去我心中真实的喜乐 因为我的喜乐是从神而来的 是不能被改变的 所以他就写了菲利比书 里面充满了喜乐 为什么 因为保罗从窗户 监牢了窗户往上看 看见了喜乐的行星 所以他说 哦 我不仅喜乐 而且我继续不断地喜乐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行星 信心的行星 这是保罗做的第二个 他的反应 他的反应 面对环境的反应 一章十八节 从第二段 从第一开始看到十九节 刚刚我们不是读了吗 并且还要欢喜 应该是个据点吧 好 因为我知道 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 和耶稣基督知灵的帮助 终必叫我得救 保罗说 我为福音 我很欢喜 而且我 我开始还要继续不断地 欢喜喜乐 为什么 他说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知道 保罗很确信 第二年发现 你们保罗的语气 他很坚定 他说 我知道 我知道 相信 是一个坚定的一句话 保罗为什么有信心 因为保罗不只望上看 看到天上的星星 保罗也看见 那位创造星星的神 就是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喜乐是一个意志的行动 而信心是一个信靠神的宣告 你看见神的时候 你就会有信心 我们再说保罗为什么会这么有信心 那我们现在看下面好不好 菲律比书第一章十九节 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 因为我知道 我会得救 得救的意思 有得释放的意思 当然保罗并不是说 我本来没有得救了 后来我下到监牢里面 我来依靠神 我就得救 从政得救 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知道保罗 他是一个得救的人 当然保罗也不是说 我现在在关到监牢里面 有点神会救我出来 我就得自由 我就得救了 也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 因为二十节讲得很清楚 保罗说 我不知道是生或是死 他不确定 他不确定 好 那保罗意思是什么 保罗说 但是我知道 我会得救 我会得救 我会没事 我会向好的事情发展 我会得到益处 这是保罗意思 第二年当你想到这个 你会想到圣经的另外一处经文 保罗说写的 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保罗曾经讲过这样子的话 我们非常熟悉的 我们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执意被招的人 保罗说 所有的事情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对我都是 都是要为我效力的 包括有一天我被砍头 也是为了叫我效力 为我效力 我就可以得到益处 保罗是用不同的方法 讲到同一个真理 这是我们希望明白的 保罗在监牢里面 他不确定 神会怎么样 神要救他呢 还是神要救他 经过这些试炼呢 学习更深的功课呢 保罗不知道自己会生 或者会死 但是保罗说 无论是生是死 我即将得救 我都会得救 我都会得四方 我跟我解释一下 死还 死怎么叫得四方呢 死算怎么得救呢 我跟弟兄姐解释一下 第二名你知道 我们服侍主很多年 我们会常常有机会 为弟兄姐妹祷告 特别是 当弟兄姐妹生病的时候 重病的时候 那我们会 为弟兄姐妹祷告 也就是为木道友祷告 说实在 很多时候 我们祷告 他们就好起来了 我想教会有很多见证 各位知道 有很多神奇奇事 那为这个 我们心里面就 充满了喜乐 感谢神啊 神真的很伟大 很奇妙 但是 我想各位也知道 有的时候 我们为病人祷告 他们没有得医治 越祷告 情况越糟 而且最后 他们走了 他们走了 身为一个传道人 我知道 主给我们很大的权柄 主也给我们能力 为弟兄姐妹祷告 但是我们也明白 弟兄姐妹 一切的决定 仍然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 为木道友祷告 有的时候会好起来 有的时候 确实不如预期 有的时候 有的人可以 因着我们祷告 他们好了 他们活很长一段时间 有的人我们祷告 他们就比较早离世 实际上早告诉我们的 传道书三端二节 生有食 死有食 对不对 那时间在神的手中的 可是不管怎么样 神都是叫他们得到释法 有些弟兄姐妹 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神让他们在地上 多活很多年日 多活二十年 也有人 神认为 好了 他们在地上 可以结束他们的生命 我要把他们借回天家 神决定 可是你要知道 当神把他们借回天家的时候 他们的灵魂 身体就得到完全的释法 那就是保罗所说的 我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因为我知道 我一定会 得到拯救 我一定会得到释放 不管是生 不管是死 你说保罗从哪里 得来这样的信心 这么豁达 不怕生 不怕死 听众姐妹 你知道保罗告诉我们很清楚 圣经上告诉我们很清楚 那个信心从哪里来的 刚刚我们读了 第一个就是从 圣徒的祷告 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读的 十九节 因为我知道 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 第一件 然后后面说 借着基督之灵的帮助 终必教我得救我得释放 所以第一个 保罗心来自于 弟兄姐妹的祷告 丢你们的祷告 保罗就直接说 你们为我祷告 叫我可以得救 叫我可以得释放 所以祷告很重要 弟兄姐妹 我们再谈一次 谈一下祷告 保罗假设 菲利比教会弟兄姐妹 已经为他祷告了 但是保罗在信上 要求他们更多为他祷告 为什么 因为保罗相信 祷告有功效 保罗相信 祷告会带来改变 保罗相信 祷告会帮助他 叫他可以得救 叫他可以得释放 祷告力量是大的 那弟兄姐妹的教会 我们呢 你相信 祷告有功效吗 可能有的人没有 为什么我知道 为什么我知道 有人怀疑 祷告是不是真的有功效 因为我相信 如果我们都相信 祷告有功效的话 那我们就 我们就会更多祷告 对不对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祷告可以带来果效 祷告可以改变事情 祷告可以叫我们生命改变 祷告可以改变别人的生命 叫他们从不信主 成为信主 那我们就会更多祷告 我们就会乐意 更多父祷告的代价 对于保罗深信 弟兄姐妹如果为他祷告 他就可以得救 他就对未来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信心 你也可以从带祷里面 得到这样的祝福 所以讲到这个 我就在这想到 我就会鼓励弟兄姐妹 你来参加祷告会 这位祷告会 有吗 是不是 当然你说 我在家里祷告 我个人祷告 灵修 非常非常重要 基督徒 我们最主要功课之一 大概就是祷告 当然你在家里面 一个人祷告是好的 可是你有没有留意到 你一个人祷告不够啊 保罗够属灵吧 有没有人说 奥比保罗更属灵 基本上应该没有了 保罗是一个 这么属灵的属灵伟人 他一个人祷告够不够 看起来应该够啦 他根本不需要弟兄姐妹啊 可是显然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 哦 弟兄姐妹 我需要你们 我需要你们 这也是借着你们的祈祷 我可以得到拯救 你也会需要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也会需要教会的祷告 当你在教会祷告中 一起弟兄姐妹 为你祷告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祝福 另外 参加祷告会很重要 为什么 如果一个祷告会 菲律比教会的祷告 可以帮助保罗 叫一个这么属灵的人 可以得到帮助的话 那你应该起来 为神的国祷告 为神的仆人祷告 为福音祷告 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会给神的国带来祝福 为福音带来祝福 为人的灵魂带来祝福 所以参加祷告会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再次鼓励弟兄姐妹参加 好不好 有个非常有名的牧师 叫士布真 我想各位都知道 他是个非常被神 重用神的仆人 英国的一个牧师 他建立一个非常大的教会 在前两个世纪 十九世纪 建立一个非常大的教会 你看那个图 那当是个示意图 他们教会的示意图 一个高大辉煌的教会 在那个时代 他又非常非常有口才 非常非常会讲道 所以人称他就讲道王子 他写了很多属灵的书籍 每一个神的仆人 传导人都要看 士布真的书 他确实住很多人 你知道那个教堂很奇妙 虽然经过战争 飞机的轰炸 可是今天仍然还在 这个教堂还在 门面没有什么改变 可是里面当然年久 需要一些装潢 重新的整建 可是如果今天 士布真的牧师还在的话 当你去参观 他们的教会的时候 知道他不只会带你参观 他们的教会 那个高大辉煌漂亮的会堂 他会带领你进入那个教会 下面有一个地下室 地下室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简陋的房间 远远不上上面那个会堂 那么的高大辉煌那么漂亮 士布真牧师会指的这个房间 告诉你我说 这里是教会的八电厂 是教会能力的来源 这里是神祝福我们教会的原因 这是一间祷告式 当我在上面讲道的时候 有一群弟兄姐妹 每次聚会时 他们就聚集在这里 祷告 他们祷告神的圣灵 施展大能 叫神做工 这就是我们的秘密 这就是能力的来源 所以祷告很重要 对我们姐妹 是不是都没有说 都是我 都是我 不是 他说是祷告 是借着圣徒的祷告 有位非常有名的 英国的传讲 祷告带来复兴的一位传教士 也是一位作家 他叫伦纳德拉文希尔 我这样翻译他的名字 神所重用的仆人 他说过这样子的话 他说 教会中有许多 有组织能力的人 但是只有少数 身影火热的带导者 我想他大概指向 耶利敏亮的带导者 他写的文章很有意思 其实本来英文有押韵 翻成中文很难 我尽量翻译他所讲的意思 他只有许多人愿意付钱 基督徒大概就是讲的奉献 许多人愿意付钱 但是少数人愿意祷告 许多人愿意享受安息 安息在主里面 只有少数人愿意 像摔角选手一样的祷告 我想他可能指 那个雅伯和杜孔 那个雅各 许多人为自己可以拥有 如企业家一般的创业精神 只有少数人有为 叫别人与神和好的 那个精神 一个属世界的基督徒 会停止祷告 而一位祷告的基督徒 会停止世界 在我们里面掌权 他说十一奉献 可以建造一座教堂 但带着眼泪的祷告 才会使教会充满了神的生命 这些神的仆人 他们都讲了祷告的重要 所以我们明白 祷告真的很重要 因为你知道 当我们不管讲传福音 或讲福事 那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需要用圣灵的方法 就是祷告来完成的 神的工作最令人沮丧 就是你我企图 用人的方法 人的肉体 人的计划 人的想法 来执行属灵的工作 其实结果我们知道 因为失败的 但是保罗明白 特别从基督经文看见 要祷告 因为祷告会产生信心 连这么属灵的神的仆人都说 你们为我祷告 叫我有信心 叫有喜乐 叫我可以得到拯救 保罗明白 拥有信心的方法 就是借着圣徒的祷告 第二个 保罗说借着圣灵的帮助 借着圣灵的帮助 那个帮助其实讲到 是大量的帮助 很多的帮助 就是 西白文这个字 原来意思是一个合唱团一样 合唱团里面就是 各样的乐器 各样的声音 有高音 有低音 有中音 有一步 二步 三步 四步 把声音堆叠起来 哇 声音很大 很亮 那合唱就是 就唱出很大的声音 美妙的声音来 这就是帮助的意思 帮助的意思 保罗所说的就是 我之所以有信心 第一是你们为我祷告 第二就是 就是圣灵帮助 圣灵用大的恩典来帮助 好叫我可以面对未来 面对未来 听众你们 你知道神永远不会引导我们 到一个地方 是恩典不能帮助我们的 不会的 神总是用他丰富的恩典 帮助我们 有位神的仆人 前段时间被主接续的 提姆凯勒牧师 他写过一本书 叫《挥霍的神》 挥霍的神 他特别讲到说 神给我们恩典 好像挥霍一样 神喜欢大量吃恩典给我们 他记得圣灵会供应 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所以上来两书第四章第二节 不是说吗 他对我说 这是耶和华指示 所得八博的 万君之耶和华 说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方向尘世 神的工作需要借着圣灵能力 保罗也需要 虽然他这么属灵 当然需要圣灵的帮助 我们也是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星星 就是盼望的星星 保罗从监牢里面往外看 他看见了盼望的星星 你看一章二十节 保罗说什么 照着我所切勿的 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 是死是生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霸 这个切勿的意思就是 很热气的期待 就伸出头来 这个意思讲的话 你在古代 特别在作战的时候 他们就会常常看远方 地平线上 有人出现 到底是援军呢 还是敌军呢 就非常迫切地看 是不是 你看棒球 我是不是看棒球 你看棒球 喜欢棒球 哇那大棒一挥有 我表情不好看 就伸出头来看 到底是全力打呢 还是界外球 保罗也是这样 非常热切地 展望他的未来的时候 他说有一个热切地盼望 保罗的盼望是什么 他说我身长的脖子 心中充满了热切地期待 保罗在期待什么 我所盼望的没有一事 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死是生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所以居然告诉我们说 保罗说我所展望未来 我最希望的一件事 就是能够成为耶稣基督 大胆勇敢地 忠心地见证人 以至于我没有羞愧 我觉得保罗真的很了不起 李永吉兰 你知道保罗在监牢里面 他没有说我有一个期待 就是期待防御力 还是放过我吧 我期待主还是拯救我吧 不要我死在监牢里面 保罗不是 保罗在监牢里面 他说我只有一个怯目 我有一个盼望 就是无论是死或者是生 我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我正在寻找代表耶稣基督 彰显他荣耀的机会 这是保罗 我总是要借着我信心高居我们的主 保罗总是放胆为主做见证 那听听听我们呢 每次我写到这个 听听我们知道 我其实也对我自己说话 有一番有名的神学家 叫霍华德 亨德里克斯 他说 我们身处在一个 尖叫呼求生命答案的世代 基督徒却像口气一般 一语不乏 他说我们这个世代 有很多人他们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可是生的儿女们一句话都不讲 这是他的意思 但是保罗不一样 保罗说我面对未来 我最大的期望 最大的盼望就是 我觉得我不要口急 我要继续不断地 勇敢地为主做见证 为主说话 也许我们真的需要 彼此代表 彼此鼓励 我们要勇敢起来 为主说话 你知道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个堕落败坏的世界 而且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的 你有留意到 这个世界 他们相信他们所说的 各式各样的谎言 各式各样误会的话 不管是什么政客 他们说他们的政经 明明是谎话 他们还可以大胆地说 对不对 那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大胆 他们不会承认 他们所犯错误的 可怕的信念 他们也不会感到羞愧 他们会用各样的方法 也许是一首歌 电影 影集 网路 宣传他们所相信的 世界很大胆 勇敢地宣传他们所相信的 神的教会 我们也应该勇敢起来 宣扬我们所相信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不够勇敢 那我们彼此带导 彼此带导 主赐我们勇气 我们起来为主做见证 你看保罗说 无论是生是死 宗教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这就是保罗的期待 保罗已经够大胆了 我觉得了 可是现在当他面临 这个凶恶的罗马皇帝 尼路的时候 他所欺慕就是 我要更大胆 我要更勇敢起来 为主做见证 好像耶稣基督在我身上 被显为大 显为大意思就是 就是被放大了 被放大 就是被彰显 被尊崇 被颂扬 显大就是被放大 那保罗在说什么 因为主已经是最伟大的 那保罗身上 怎么样可以彰显 让主更伟大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举一个例子 今天晚上如果你 天气好 你看看天上的星星 我不晓得 我已经很久 没在台北看天上的星星了 常常看不到了 不管怎么样 可是如果你看的话 你会发现 天上还会有很多星星 对不对 星星一颗一颗 小小的星星 可是对你们知道 那些星星中 有很多星星 是非常非常大 比你想象中大很多 当然我知道 天文学不是很懂的 有些星星 它们的质量 没有那么大 可是它们因为 因为这个体积会因为急速膨胀 所以它们会膨胀得很大 很大 有的大到是 太阳的五十亿倍那么大 你可以想象有多大吗 是地球的两亿亿倍那么大 好 可是如果就的质量来说 到目前为止 科学家在宇宙中观察 他们发现质量最大的一颗星星 就是这个R136A1 应该是1 这个星星 这个星星 它的体积是太阳的两万倍 两万倍 它的亮度是太阳的八百七十万倍 这么亮 它离地球有多远 离地球有十六万光年 那你知道有多远了 有多远对不对 可是你看到它 它很小一颗 有时候看不到 看不到 那如果你想看到这个星星 你要用什么方法看 用什么看 用望远镜看嘛 对不对 用望远镜看嘛 你可以看到 哦 就星就放大了 你就可以看得比较近 看得比较清楚 对事实上许多 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 不管是我们家人的朋友们 你们知道 对他们来说 两千年之前的这一个人子 离他们太远了 对他们说 他们看不见 他们看不清楚 他们很难让他们跟这位人子连结 对不对 一直到你出现 你就是那个望远镜 通过你的生活 通过你的生命 通过我的生活 通过我的生命 通过我们的行为 主可以被放大 主可以被彰显 主可以被推崇 主可以被高举 那这就是我们的护照 这是我们的责任 那当然相对啦 相对就不好嘛 就是相对 你看你以前 你小时候玩过望远镜吗 你侧面看就放大 如果反过来看会怎么样 大就变小了 很近人变得好远 我相信主不喜欢 我们这样子 保罗说 我要大胆勇敢 我总是寻找机会 高举我们的主 我希望伟大的主 我们的基督 通过我可以被放大 可以被显微大 可以被彰显 可以被对崇 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手 把我们的脚 把我们的口 把我们的舌头 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神的时候 让祂使用的时候 你知道 就会像保罗在 罗马书十二章 第一第二节目所说的 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 献给神 让神使用我们 照祂的旨意 不消化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的变化 听听听听听 主就会借着我们 被彰显为大 我再说 这是我们的护照 这是教会的护照 来看第四个星星 就是生命的星星 生命之星 保罗说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这是圣经里面 非常重要的经文 保罗的经典经文 甚至可以说 保罗的墓志明吧 刻在墓碑上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第二名 我发现保罗跟基督 保罗活着就是基督 基督活在他里面 基督不仅是他的生命 基督也是保罗生活 这两个人是同样一个人 基督在保罗里面 做他的生命 保罗在外面活出基督的生命 这也是我们的护照 基督总是借着保罗被彰显 被放大 被高举 你知道我每次想到这个 我就觉得 保罗是何等人 他真的活出这样一个生命来 我觉得是我们所羡慕的 保罗说我活着 我就是基督 即使有一天我死了 我有益处 因为我会永远与基督同在 所以对我来说 即使死了 也是一个收获 也是一个益处 那我们呢 如果是个填充题 今天说 我活着就是 怎么 我死了就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填 我举个例子就好 假如我活着就是金钱 今天大家都爱 我活着就是金钱 那我死了就怎么样 就是损失 就损失 其实我觉得活着就是损失 我举个例子 非常好的例子 刚好前几天 你认识这位先生吗 认识吗 不认识的举手 我多给你解释 大家都认识他嘛 太有名了 黄仁勋先生 黄仁勋先生 他是全球这个AI晶片巨头 挥达的NVIDIA的执行长 他拥有这公司的股票 3.6% 3.6%的股票 他就3.6 3.6%很多 我告诉你3.6%有多少钱 好不好 他拥有3.6%股份 就这个钱是他的 3.6%的股份是 美金435亿 黄仁勋先生 拥有美金435亿 的财产 你可以想象吗 435亿美金 等于多少台币 1.37兆 新台币 这个人拥有 1.37兆新台币 你知道1兆是多少吗 1后面有10个0 12个0 一个人如果有1亿 你又有1亿新台币 你就很快乐了 对不对 他有1万个1亿 事实上有1.37万个1亿 太多钱了 你没有办法想象 你没有办法想象 可是他快乐吗 我不觉得 你看他自己怎么说 他前段时间接受访问 他自己说 他说每天早上我醒过来 并不是带着自豪与自信起床 而是感到惶恐不安 为什么 因为他忧郁 伊手所打造的金片帝国 可能会陷入困境 当然因为他创业过程当中 很多逆境 很多时候公司快来倒闭 所以这种感觉 这种担忧 一直在他的生活里面 一直随着他 当然他也说了 他说 似乎这种怕倒闭的忧虑 驱使我更努力地 要使辉达这个公司 要活下去 所以他说 我活在有一点绝望 但是又有一点鼓励的 环境里面 什么环境啊 你觉得他是快乐的人吗 听他自己怎么说 他说 今年10月份他接受访问 他说 创立回答 比他自己所预期的 更困难 一百万倍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的话 我不会再创业 为什么 我想他明白 我活着就是 我死了 就是损失 就是损失 对我们其他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活着就是名望 我活着就是地位 我活着就是美貌 我死了 就是损失 而且还没有死 我觉得就是一个损失 唯有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唯有基督是我们的益处 主判我们像保罗一样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 就是益处 什么益处啊 不是有更多的钱 更高的地位 更多的绣问 更多的美貌 不是 保罗说我活着就是 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那个益处指的 我死了就永远与基督同在 我就活在永恒里面 与他爱同作王 保罗活在益处里面 他不知道他是生是死 那绣由 皇帝来决定看起来 但是保罗说 我知道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会永远与基督同在 我总是赢啊 不管我生是死 我都拥有永远的生命 因为保罗知道 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是真的 主说过什么 主说过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保罗深深相信 这句话是真实的 最后很快 我跟弟兄弟分享一下 保罗最后的遭遇是什么 我们知道保罗被砍头嘛 对不对 当然这有一次传说了 因为身上没有写 历史书里面也没有记得这么清楚 保罗在仙道里面被关了一段时间 两年以后 他就被放出来一年 这一年当中保罗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 可是根据保罗的为人 我们知道 他可能就是 他传福音吧 那多前出九章二三年不是说吗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保罗那一年大概就是传福音 继续不到 敌人归族今天的教会 可是一年之后他又被抓又被捕 被下到监牢里面 带到罗马下到监牢里面 那这一次跟第一次不一样 第一次好像罗马对他 还有点礼遇 他是被软禁嘛 所以还是有些人啊 圣徒可以来看他 他可以有点分享 虽然跟两个兵丁绑在一起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据传说 他是被关在这个曼莫丁监牢里面 这个监牢 现在还在啊 现在还在 保罗被关在那个监牢里面的一个 对冻里面 一个洞 在洞里面 那是为特殊的犯人所预备的地方 那吃饭呢 就从那个洞里面掉来 就给保罗吃 保罗就在这个洞里面 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 说到了 他被提出来 带到这个 下面这个大教堂 大教堂 我这样翻译的 贝西里加朱利亚 教堂 这个教堂是 罗马皇帝 为自己盖的 用他的名字 尤利乌斯凯撒 他自己盖的这个教堂 传说 他被带到这个教堂 在这个教堂受 尼路皇帝的审判 罗马皇帝判他死刑 保罗就被带出城 那个城很热闹 有人进有人出 可是没有人留意到保罗 保罗只是一个 即将被砍头的罪犯 没有人知道他 也没有人在意他 在城外吉里路的地方 有一个地方 筷子手已经预备好 锋利的斧头 保罗被绑在一个木柱上 最后一次被鞭打 然后筷子手就 毫无犹豫地拿起斧头 猛力一挥 只听到一声沉闷的撞击声 这位历史以来 最伟大的神的仆人 他的头就滚在地上 这就是保罗的一声 这是保罗死亡的样子 有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 但是保罗说什么 我永远记得保罗说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一处 对我来说 对我是一个收益 保罗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你们知道 在这个我们觉得 非常残酷的时刻 保罗从地上 罗马帝国的城市 搬到了天上永恒的圣城 是耶路撒冷 在地上保罗宣扬基督 现在他与基督永远同在 保罗早就知道这个 所以他不害怕 他说活着就是基督 就缺扬他 我死了 我就永远与主同在 不管怎么样 我都得胜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继续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信心 充满了盼望 因为我知道 我拥有永恒的生命 因为你知道 我记得一开始 我跟各位说 我们没有办法预测 没有办法预测 未来的环境 对不对 可是有一点 我想我更改一下 有一点是你可以预测你的未来的 有一件事你可以预测你的未来 就是可以预测 你可以进入永恒 你可以进入天堂 我非常确定 虽然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 我也知道 我所做的没有办法拯救我 我知道有一天我进入永恒 进入天堂 是因为有一天 我曾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 我相信他在十架上 我有从你的救恩 我相信我接受 而且我继续跟随他 你呢 如果你是 你应该知道你的结局是这个 对不对 你可以预测你未来是这个 但是今天我想问各位 那你所爱的家人呢 你所爱的朋友呢 你所爱的同事呢 他们都对未来有这个盼望吗 如果没有 圣灵就是我们的机会 圣诞节很快就到了 我们都说圣诞节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们 你要带他们来 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听见福音 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知道 他们的未来 是可以和我们一样 好吗 好 这是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虽然我们没有预测未来的环境 可是我们可以因着倚靠神 倚靠主的恩典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充满喜乐 充满信心 充满盼望的一个生活来 一个生命来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拥有永恒的生命 好吗 祝祝每位 好 我们来唱诗歌 是的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